大家好,今天要玩的GTA Online 今天就是9月12日 WARSTAR又推出了一架新的載具 給大家購買 在買新車之前 就看看今個禮拜賭場的台上載具 今個禮拜這架是經典鐵碗 出了沒多久 經典跑車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試試自己運氣 去好運轉轉落 看看自己能否抽中 現在看看今個禮拜的新載具 今個禮拜的新車是在Legendary購買的 就是這架貝菲特戰兵 價值287萬5千 坐了兩個人 我想它是一架超級跑車 它破了最貴超級跑車的紀錄 本身最貴的是泰澤拉克 現在它才是最貴的 不說這麼多了,馬上去買回家 先放在夜總會的車庫裡 先放在夜總會的車庫裡 那我的戰兵就送來了 先用第一人稱看看它 先放在夜總會 也有點像一架蝙蝙蝠車 看看它的內容 它是向上揭的車門 現在拿它去改裝 護具改爆它 煞車改爆它 引擎也改爆它 哇,今個星期煞車和引擎也有節 排氣管 它很特別 排氣管是在車頂上的 把它改回到車尾 我用原廠那個 因為原廠那個在車頂很特別 引擎蓋 先看看 先選擇這個 炭纖通風口的引擎蓋 喇叭 還有車燈 再給它一個底燈 再給它一個紅色的底燈 圖裝,看看什麼圖裝 這個是 也是幫人賣廣告的 LTD 拉機 這個很特別 儀式拉機 這個呢 這個很噁心 煙碼是7 調色盤 煙碼是7 那我就 吳家圖裝給它 車牌 改回自己的名字 噴漆 噴漆 噴漆什麼色號呢 我想給它一個五夜紙 這次 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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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熱情粉紅好一點 還是這個 菲斯特粉紅好一點 好像熱情粉紅好一點 那麼熱情粉紅呢 褲色叫在哪個位置呢 我不是很看到褲色叫在哪個位置 噢 裡面的那些 座位的那些 那些斜蜜 看看 白色 什麼 裝華顏色 在哪裏裝華顏色 噢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心機和軚盤的位置 那 這個是隨便 這個 石樓紅 然後 側裙 這個可以 這個 妖樓版 什麼 移除了 車旗 那樣 當然 原裝那個 原廠那個特別一點 我不改他 妖樓版 變速箱 改爆他 窩倫加起來 咦 窩倫 妖樓版 車輪 車輪 車輪就 強化他 我都用回原廠的車輪 還有 也給他一個 燒太煙霧 還有車窗 長型禮車 那要改就是這麼多 那本身這輛車都挺特別的 造型 那要改又不太多 那現在去試車先 看看 看看 開完 那些載具門 看看 那就是 只有左右兩邊門開到 引擎蓋 和車尾箱都是開不到的 那 沒什麼特別 那 上回車 那試一下車 這輛車 既然是超跑的 固然是 都算快的 這輛車 速度是真的不錯 加速度 都可以的 他都很快 上到這個速度 爪地力都很好 煞車都不錯 都很快煞到車 那樣的 那個扭力差一點點 是有點重 那個扭力 真的不是很受控制 我轉過軚盆的時候 有 這輛車都很快 他現在駕駛上手都覺得 那今天有關 鑽石堡場 度假村 這個DLC的新載具 戰兵的使用 就來到這裡 那我自己都很喜歡這輛車 那它的造型都很特別 不過它的價錢 就有點而拿過 那它取代了 泰澤拉克的位置 成為了最貴的超跑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 它的速度 是不及泰澤拉克的 那它值不值買 就因人而異 那我就不予置評 那好啦 那之後下來 如果GTA Online 還有什麼新的更新的話 我都盡我所能 盡快把最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喜歡的話 就按個讚 拜拜